白话佛法第二册第十四章里讲 师父说生命是妄想的产物 在人间的这条命就短短的几十年 是妄念造成的 是妄念想出来的 请问师父 怎么理解生命是妄想的产物 想一想 想一想我们现在天天在用自己的生命 对不对 我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们天天在妄想 妄想很多 我要更多钱 我要房子 我要家庭要好 我什么要好 我要得到更多 我要我要 到最后死的时候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是不是妄念 对不对 你生命当中一生都在欲望当中 一生都在贪嗔痴慢疑当中 你是不是妄想 你想想再有钱的人死的时候 你说他能带去一分吗 他有一百庄房子 他能带走一庄吗 一样东西都带不走 连你的骨头都带不走 你说这不叫妄念吗 死的时候就知道了 这一切都不是我的 我所追求的一切东西 全是虚空的 是虚妄的 那不叫妄念吗 你的生命 如果你还在追求这些东西 你不是活在生命的虚妄当中吗 对不对啊 如果你今天学博了 知道了 我要修到更高 我今天要留给后人 不是要留财 而是要留德 让以后我们走了之后 我们的子孙万代还说 我爷爷 我奶奶 他们修心学博的 他们很好 他们避应了我 对不对啊 你不是留德了吗 你留再多的财 他也用得完呢 你留德 他可以永久的 传承下去啊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生命在虚妄当中 所以不珍惜生命的人 就是活在虚妄当中 他就是一个虚妄的产物 因为人活着 我要欲望 我要东西 等到人死了就没了 实际上就是为了 他欲望的一个产物 所以人就是为欲望活着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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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